电话铃一阵阵急缩地响着 朱朝阳注视着话机 拳头松紧了几回 鼓足勇气接了起来 喂 朝阳 我跟你说啊 传来了妈妈周春宏极其的声音 又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 你爸跟婊子生的那个小孩 惊惊摔死了 你知道吗 摔死了 朱朝阳不知如何回应 啊 我听单位副阿姨说的 他兄弟 是在朱永平工厂上班的 说那个小孩 今天从少年宫楼上掉下来 摔死了 婊子这下可哭死了 朱永平也伤心死了 平时啊 他对你不闻不问的 现在女儿死了 哭得像个死了爹一样 周春宏说完之后 顿时觉得不妥 因为朱永平父母 还是很喜欢孙子的 这话相当于咒儿子的爷爷了 连王改口 哎呀 呸呸呸呸呸 你爷爷还是好的 就朱永平 良心被梅回迷了 这样也好 现在他就你一个儿子 总归会对你好一点的 啊 朱永平也认了一声 周春宏听儿子反应怪怪的 想了一想 怎么了 你那两个小朋友还在家里吧 呃 在的 是不是 你们闹矛盾了 没有 我们好得很 那怎么了 他想了想 你们今天 去哪里玩了没有啊 朱长想了一下 不想欺骗妈妈 便老实地回答 早上 去少年宫玩了 下午 在家里玩游戏呢 你们也去少年宫玩了 你们看到他小孩出事了 啊 看到了 有个小孩摔下来 我不知道是他 后来我们就走了 哦 那 那你是不是吓坏了 周春宏对儿子的异样 找到了答案 呃 有一点 没关系 没关系啊 不要怕 你们三个人晚上住在一起呢 男子汉 胆子大一点 嗯 我们一起打游戏 好好好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我也放心了 我这几天都不回来 你自己多照顾一点啊 会的 妈 放心吧 挂完电话 朱朝阳长叙了一口气 严良买到新手机 补办好手机卡 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他想起昨天徐静给他发的消息 从辈分的备忘录中 找到号码 回拨了过去 小静 昨天我手机丢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啊 没事了 没事了 嗯 那就这样吧 对话那头 徐静很匆忙地挂断 严良撞了皱眉 一阵莫名其妙 可是半个小时之后 他又接到了徐静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 低沉又带着几分紧张 严叔叔 刚才我不方便细说 是这样的 我爸爸妈妈出事了 啊 出什么事了 他们 他们过世了 过世了 严良扶了一下眼镜 怎么好好的 突然就 前天 7月3日 张东升带他们去三明山 他们从山上掉下来 摔死了 徐静的语调中 带着哭腔 严良连忙安慰 哎呀 别哭别哭啊 意外 哎呀 意外落在头上 谁也没有办法 呃 哪天出病啊 我到时过来 严叔叔 那头犹豫了片刻 又说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能否尽快过来一趟 哦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他觉得很奇怪 他和徐家 只是表亲 徐静父母那边 有嫡亲的兄弟姐妹 智桑这些 很传统的琐碎事 自会有他们操办 何况 他半点也不擅长这类事 他顶多 是出病那天去送一下 尽一些亲戚的义务而已